金山的黄港渔港淤积的问题严重 退潮时就能看到底部的淤沙 而露出的底部泥沙几乎是占据了整个航道宽度的一半 这也让渔船出入都超靠经验与技术 每次渔船都只能靠涨潮时单边小心翼翼的进出 为此市议员张景豪也向市政府来争取经费 预计本周就能进场庆渔 黄港这个渔港其实在金山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港口 那很多渔船就是在进海在补一些像小卷还有一些进海的一些鱼类 那很重要的一个港口 可是呢每次都要这样子大费周章的拜托新北市政府 预约出来拨经费来清淤 那其实渔民也相当的困扰 说这个渔港水大大啦 尊重都不管是会钓的啦 我认识才因为钓的搁钱 给他打的红天去 我自己过人了百万 都没有改进还是没有那个你听着我 那也是继续这些刷子 我可以说政府还是議員提问到三天 出一个来给这个港我都改善 就有在地的渔船船长指出 今年就因为航道淤积搁浅在港口 自行修理花费了一百多万元 为此也期盼市府以及相关单位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照顾渔民的生计也协助清理淤积的泥沙 也建议希望北边的堤防可以再向外延伸加长 以解决浴沙严重的问题 我们去跟新北市渔业处也去征集到相关的经费 下个礼拜会再来拨款 就是再做一个清浴的诊治 但是长久以来我们还是希望 一个好的港口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印理设备 能够让整个渔船进出能够更安全 所以会要求市政府找一些学者专家来评估 未来这个港口如何让这个沙不要再卷进来 让它长期性的淤积 市议员张景豪表示 解决黄港渔港淤积问题应该不能只靠清淤 因此未来也会请专家来实地研究评估 要透过整体堤防的硬体改善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要努力还给渔民一个安心出入的港区环境 季教评和金山采访报导